我们知道电脑的储存空间它是有限的 它并不是无限的 经常往里面存东西很可能就存满了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带来一个办法 就是让你不需要外加硬盘的方法 来加上一个5T的空间 在弄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电脑现在用的是什么情况 我的硬盘的使用情况 小爱同学 打开我的电脑 好 好 现在已经打开了我们来看这个盘 现在我们现在有 这么几个盘 这个还有一个喝 这个喝盘就是外加的这个一个 外加的一个硬盘 上面这几个是本地的 在主机上插的这种 这磁盘 磁盘还有实际可用 刀盘还有571 鹅盘还有105 发盘还有175 这个歌是个驱动器 它不是盘 然后还有一个喝 这个喝是一个网络的盘 我们来看一下 还不用说拼音了 太别扭了 还是说字幕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引用是1.68T 可用3.31T 容量是5T 这个是一个网络的网络驱动器 这里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下 就怎么加一个这种盘 加了一盘之后 给你操作一下 然后你看到会再多一个5T的这种盘 可以往里面存东西 以后都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要打开这么一款软件 然后我们点击添加 然后我们选择这一个 选择这一个 第二个这个这个标志 然后选择第一个盘 先选先选上头第二个 然后再选这个地方第一个 选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止读去掉 不要止读 然后选 啊 HRI 就是 何一几克拉莫娜 那个1 一个数字 一个就是他 我们再找的话 我们再加盘的话 就加着 就这个名字 何一几克拉莫娜 我跑起 日子他 我细一字 然后我们选择确定 点一下 直接登录就可以 如果你没有账号的话 可以点击这个创建一个 注册一个账号 这个他问你是不是结束 我们直接选择结束就可以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东西 到了这个页面 我们把这个软件打开 这个发现 这里面已经有了5T的空间 这里就已经有了 我们再打开我的电脑 看一下 小小同学 打开我的电脑 好 然后他就直接显示出来了 这个就是 另一个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盘 我们打开这个盘 发现是可以打开的 我们再找一个页面 可以来试一下 这个能不能往里面存东西 我找这么一个文言夹 这里面有一个图片 我们把它剪切进去 剪切 然后 担贴 可以发现 他可以进来 他已经进来了 然后我们再找到 刚才那个 他已经没有了 刚才那个文言夹里 软件就是这么操作的 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想获取这款软件 可以关注我们 外哥社团的微信公众号 小小全屏的 山东互保益 然后发送 本期的爱语 如果期待 依然在 然后获取这款软件 好 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 下期再见 轻轻留下来 让梦卷走这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